我觉得以中文来讲的话呢 可以说是一个报官师 或者是报官行 因为其实一家公司 只需要有一个人有license 那你就可以开一家报官的公司 所以你可以是一个报官师 或者你可以这个 可以作为是一个报官行 那你下面有其他的员工 是没有执照的 那或者是 你是跟人家合作合开的 两个可能都是有执照合开的公司 所以我觉得Customers Broker 这个东西放成中文化 其实可以作为说是报官师 或者是报官行 那怎么样可以成为 怎么样是报官师跟报官行 那就当然是你要通过考试 那美国的海关发给你这个执照 所以你可以去帮助这些进口商 跟出口商 来协助他们做一些进口 跟出口的相关条件 符合这些条文这样子 Nicole可以帮我下一页吗 谢谢 那我们基本上的主要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其实报官师最主要的工作 当然就是你进口商进来 进来的东西 要付多少的关税 那这是 这个是最主要的 每一天的工作 比如说你进了衣服 那衣服可能要付 16.5%的关税 还是要付32%的关税 然后或者是比如说 今天有额外的中国关税加进来 那后来又有发布 说我们这些额外的关税 是可以退税的 有一些exclusion 那我们就是帮忙客人 就是要退关税 所以就是最主要工作 就是说帮客人做一些查找关税 要付多少关税 那或者是如果他们多付的关税 我们要去帮他把这些税务 多付的关税 把他拿回来这样子 这是最主要工作之一 那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有没有比较 其他的特别条款 他们可以付比较低关税 就像你在做报税的时候 你可能你的会计师会跟你说 你有符合哪些条件 你可能可以少付一点钱 那边可以少付一点钱这样子 或是你可以拿多一点钱回来 那在做报官师这个工作的时候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项目 比如说我们国家跟其他国家 有没有一些Trader Agreement 那就会有一些低关税 或者是免关税的一些特殊条款 那这也是报官行的 其中一个蛮重要的工作 就是你可以提供客人说 比较便宜的关税 或者符合资格比较便宜的关税 或者是零关税这样子 他们就可以享受这些条款这样 这是其中的一个工作之一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主要的工作就是说 我们要帮助这些进口商 跟出口商要符合规定 他们在进口跟出口的时候 是符合美国的一些相关规定 那比如说你进口食品的话 你一定要通过FDA的一些条款 比如说你进口吃的话 那你要你有申请注册啊 或是你在进医疗产品 你有申请美国的注册这样子 那有没有符合一些 他们其他的条款 那这就是我们要帮助进口商去做的 因为进口商他们一定不知道这些条款 那报官室的工作就是要让他们 帮助他们去符合这些条款 然后可以符合规定进口进来这样子 那或者是像你有一些植物啊 或者是生鲜水果啊 那你就是要通过USDA农业管理局 那你还有相关的条款 比如相关的文件 比如说你有import permit 或者是有一些certificate 你都是要取得之前你才能进口 这都是我们报官师的工作之一 就是你要帮助这些进口商或者是出口商 他们理解美国其他除了海关部分 除了你要缴交关税之外 其他的美国机构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要求 其他的规定这样子 那你要符合进来 要不然你进来你是不符合的话 他的货可能会被海关就是没收扣押 或者是销毁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的工作之一 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说 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条款 特别的要求 我们都是要配合其他的美国政府机构 那我们符合这些 让他们符合这些资料 可以进口这些产品进来 或者是出口的时候 有没有东西是不能出口的 是限制的产品 那我们就是要跟客人讲说 现在美国政府不准出口这些东西 那客人就会知道说 那他们暂时是不能出口 或者是他们有限制数量这样子 所以这是 这个是最主要的 查找关税跟一些其他的 其他美国政府机构的条款 这是最主要的报关师的工作 那当然还有其他 比较 比较Operation的工作 比如说要跟船公司联络啊 确认船公司有放货啊 或者是 他们该怎么做label啊 怎么打包啊 这样符合 我规定这样 这是其他比较Operation的工作 这样子 你可不可以帮我下一页吗 谢谢 那这一线 这个这个这个表 就跟你们讲说 美国大概 爆关 爆关好像在 各个州的 比例 那第一名是纽约 这个我还蛮压抑的 因为其实 全美来说 洛杉矶是占 第一个 第一名跟第二名的主要 主要的进口港 所以我原本以为 第一名 多的爆关 会是在洛杉矶 可是其实不是 是在纽约这样子 那第二名就是 在洛杉矶 然后再来是 迈阿密 跟许卡古 迈阿密跟许卡古 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进口的 进出口的港口 然后再来是 San Francisco 然后Atlanta Houston Seattle 跟Dallas 跟Boston 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是全美 前十大的 爆关行的 公司行号 可以帮我下一页吗 那我们刚刚讲了 什么是 爆关师 什么是爆关行 那我们主要内容 是做什么 那可能大家 现在会比较关心的是 那好 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工作 是在干什么的 那薪资的方面 是怎么 薪资方面 还有工作 就业机会 多不多 其实目前为止 美国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 进出口的国家 所以这一方面的 就业机会 是非常非常之多的 即使是现在的状况下 还是有非常多的 就业机会 因为根据 电商的发展 然后所以这方面需求 也是有增加的 即使是 中间的贸易 可能是会有 稍微降低 但是电商方面 是有增加的 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些 是有一些的 offset这样子 那下面 接下来几个slide 就是给你们 稍微看一下说 现在的 有在真人的公司 这大部分都是纽约 我没有找加州的 所以先都是 以纽约来做为例子 那通常的 报官 报官行的要求 就是 他们会要求 你要一到两年的 工作经验 那其实很多 报官行也 不需要你有 相关的工作经验 你只要可能有 会打单啊 会电脑 那会讲英文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 那他们 剩下他们都会 来培训你们这样子 那像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有两年经验 那看 就像我刚刚讲的 大部分公司 都会要求 要一到两年 那其实如果你 没有的话 也没有关系 然后 那他上面讲的 就是比较 daily的operation 的工作 就是你要做一些 空运啊 海运的工作 那接下来的 也是作为 所谓的 import coordinator 在报官行 有几个 几个职位 就是一个 是import entry clerk 然后import coordinator 其实是两个 我觉得是一样的啦 那还有一个 所谓的entry writer entry writer 比较像是说 你要分 你要写 那个 你要查找 查找那个 税表 然后是 要报 多少关税 那import clerk 然后import coordinator 比较属于 你不需要去 查找关税 你可能就是 比较 做为 daily operation 的工作 就是 entry writer 他把这些 号码给你了 这些 关税给你了 那你就是进去 做打单的工作 进去做 跟其他 其他传公司啊 做那些放货 放货这些工作 就像我刚刚讲的 就比较 operation的工作 那基本上 有分这两种 就是 import clerk 跟entry writer 然后通常 entry writer 会要求 你会要有 一两年 就是真正 要有一两年 经验 因为你要知道 怎么去查找 关税 要知道 这个 这个产品 它是竟然是 有哪个号码 那要付多少关税 所以 entry writer 可能就是会 要求说 真的是你要有一到 两年的工作经验 你要知道 怎么去分类 那import clerk 就会比较 没有这么严 如果你是 从来没有经过 从来对这个行业 没有 就是不熟悉 不知道 也没有经验的话 import clerk 会是你一个 比较好的途径 那如果你已经 在这个行业 做了一段时间的话 entry writer 会是你 一个 我觉得 你可以比较好的 途径 就是你也可以 做import clerk 但是你多了一个option 就是你可以去做 entry writer 你可可以帮我 下一页吗 那还有一个 他们 我觉得每个 公司叫法不一样 有些公司叫 import clerk 有些公司叫 import specialist 就是 每个公司叫法不一样而已 那薪资大概就是 差不多17块到20块 一个小时 就是年薪差不多 35到41,000 左右 那在加州 其实也是差不多这样薪资 大概17 18 20 21 这样子 就看你的经验 你有没有经验 那如果你没有经验的话 可能就是 当然是最低薪资 可能是17 18 这样子 那你当然你有一定的经验的话 你当然可以谈到 比如说 20 21块钱 这样子 那在这个行业 除了 刚刚讲的 比较 辱门的就是 import specialist 或者是 entry writer 那还有所谓的 import director 或者是一些 compliance的工作 像你看到下面那一个 director的工作的话 他就会需要你 比较有 多年经验 在这个行业 不单单只是说 你是在报关行有经验 你可能在 free forwarder 这方面有经验 它比较全面性的 所以这个行业 其实 他的 就业空间 其实是 就业的 就业的发展 其实是蛮多的 因为你有很多的选项 你可以只单做 只单做报关行 或者是你可以做 全面性的 就是整个 这个物流公司 就像director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Logistics 的director 那你可以做全面性的 你可以做 卡车 包括报关行 包括free forwarder 然后包括 做distribution 一票性的 像我 我自己的公司 是 我们公司 就是做一票 一条龙服务的 就是我们可以 我们是从 最前面 帮客人 从订仓位 然后 运到美国来 然后做 报关清关的工作之后 我们帮他们做 wearhouse distribution 然后帮他们分类 然后送货 这样子 所以这个 这个行业 其实 你要发展的空间 蛮多 你可以选的空间 你可以选的工作 内容也蛮多的 你可不可以帮我下一页吗 谢谢 那如果你想要再做更进阶的工作 就像我刚刚讲 它其实横向发展很多 那它的直向发展也很多 像刚刚讲的基础的 除了说 一些operation的工作 然后director 你可能就是做全面性的 那还有一种 比较 比较更进阶的 就是compliance的工作 像Duty Drawback 我刚刚之前有提到的就是 你付了关税之后 那可能你今天进口了 然后所以你付了关税 可是你发现你进口 你不想要 那你要退回去给中国 或是你发现这个物品不好 你要把它销毁了 可是你就没有卖掉 那你之前缴的关税 你要把它拿回 因为你没有卖 那所以你没有流进美国市场 那你等于白叫这个关税 我们要把它要回来 那这个就牵扯到 比较技术性的东西 那 就会需要 就会require你要比较多的 相关的经验跟知识 这个我们称为Duty Drawback 就是要跟海关 把这些缴交的关税 把它拿回来 那像因为这个 需要比较多年经验 跟你要有相关知识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些 真人的话 他上面都会要求说 比如说你要四到五年的工作经验 或者有些是会要求你 一定是要有海关执照的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这个是比较牵涉技术性层面 是比较compliance的部分 所以他一定会要求 你要有一定的相关知识 跟相关经验才能做这个 比较技术性的工作 然后还有一个是 还有另外一种是 Customer跟 International Trade Manager 这个就会可能要求说 你要有一些 trade的那个一些观念 比如说你要 你要熟悉每一个 每一个国家 跟我们国家中间 有没有一些 trade agreement 有没有一些条款 他们可以符合 可以帮助客人省关税 或者是减低关税 或者是你要怎么做 比如说你一个鞋子 那你可能是 这个材质做的 你可能要付比较高关税 可是如果你这个鞋子 你在底部做了一层 塑料皮或什么之类的 你就可以符合低关税 像这种比较也是技术性 比较知识性的东西 那他就会要求你 比如说要有执照 像你看下面那一个 trade manager 他就是要求你要有执照 因为你要 一定是要有相关的知识 你才能去可以跟客人 你才知道这些小技巧 可以跟客人建议说 你比如说你的鞋子 下面多加一层塑料 或下面多加一层什么 你可以符合低关税 这样子 那让客人可以 在关税部分 是合法的 是合法的 可以减关税这样子 你可不可以帮我下一页吗 谢谢 那我们刚刚讲了 大概的起薪 就是17到20左右 或18到21左右 大概是3万到4万一年的起薪 那它的成长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们就不看 政府机构好了 因为政府机构 起薪其实是更低的 像海关的话 如果你想去海关的话 那个起薪是非常非常低 可能大概就是3万 出而已 那当然政府机构之后 当然就会 福利比较好嘛 那 深的空间可能就 也是 看看你了 看看 你是在哪个 在哪个机构 联邦跟 州政府 或者是市政府 当然还是有差 那我们就不讲 那个 因为那个 海关也不是你随便进去 就可以进去 你还是要通过一些 相关的考试 什么之类的 那我们就讲私人机构 那一开始私人机构就是 刚刚提到 3万5到4万 那如果你有几年经验之后 你当然就会慢慢往上升 那最主要的关键 你可以 你可以 爬到10万以上的话 当然就是你一定要有执照 因为 就像我一开始最先提的 每一家公司 只要有一个人有执照 就可以开公司 其他人是不需要执照 那你要怎么从 你要怎么 跟别人不一样 拿到比较高兴 当然你就是要拿到那张执照 所以你可以是这家公司的要角 所以你要在谈薪资方面 当然就是有比较好的条件去谈 所以大部分的有执照的报官师 那做了大概10年以上 通常都是可以谈到10万 10万以上一年的薪资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个你要有执照之后 你之后的 你之后再谈薪水的条件就会 谈薪水的资格就比较 比较有利 比较有利于你可以谈比较高的薪资料 要不然如果你一直都是没有执照的话 当然你做久的话 可能可以做到六七万一年 七八万一年 可是你要再往上升 就会有一个瓶颈 所以执照会是你一个谈薪资的 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你可不可以帮我下降 谢谢 那你如果我们刚刚讲了薪资之后 那你要去哪里找工作 哪些会是你的 以后有可能的老板 像我刚刚前面也有提到说 这个行业其实有蛮多的发展空间 那第一个当然你考这个执照的话 你当然就是进入报官行嘛 那报官行比较大的话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Expediters 那还有另外一家也蛮大的 叫CH Robertson 那这都是全美大概数一 数二的报官行 那或者是你可以进入 所谓的物流的公司 Logistics Service Provider 像DV Schenker 那或者是华人公司比较大 就是APEX 或者你可以进入所谓的 Importer 就是进口商或者是出口商 就是所谓的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mpanies 他们就是在全球 都会做一些全球贸易 像Macy's啊 Target啊 或Walmart 像我自己知道的是 很多汽车公司 像比如说Nissan啊 他们自己的部门 他们自己的公司里面 就会有所谓的进口部门 就是Import Department 那他们自己里面的 他们自己是没有报官 他们自己没有报官行 但是他们自己内部的部门 是会有个报官师的 就是他们自己报官师 去查找这些税务资料 那但是他们的文件 是给报官行去处理 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是 比如说像Nissan 他们就是 他们自己的报官师 会去少少关税 所以他们就会自己 有控制说 我们要付多少关税 那只是说 我们没有这个Software 所以他们会请 外面的报官行 去做这个 Transmission的动作 所以很多的 大的进口商 或大的出口商 他们自己会有 所谓的报官师在里面 那可能的职位 就是所谓的 他们可能会叫做 Import Specialist 或者是Trade Manager 什么之类的 就是贸易的主管 这样子 那还有另外一个最大的 我觉得是最有potential 你的薪资发展会比较好的 就是你可以开自己的公司 因为这个就是无本生意 那你就只是说 你要有客源 那其他你根本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什么Inventory 你这个就是无本生意 所以你有执照之后 你就会可以开公司 然后或者你就可以自己进口 或自己出口这样子 Niko可以帮我 谢谢 那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 什么是报官师 什么是报官行 那我们工作内容是什么 然后薪资是多少 然后有哪些的工作就业机会 那我们就现在来讲说 要怎么样才能成为报官师 当然你第一个先决条件 一定是你要有通过 报官师的考试这样子 那你一定要满21岁 然后你一定要是美国的公民 再来就是你一定要有 好的道德观念 就是你不能说 客人今天跟你说 我就是不想付这么多关税 那我你可不可以随便帮我放个号码 当然是不行 不可以存这种侥幸状态 因为虽然美国 美国是处于就是相信你的状态 状况下 所以你报什么 美国政府就会相信你什么 可是他当然他会随时的抽查 所以如果你被抽查到的话 比如说 今天美国海关就抽查你这票货 发现你报错号码 他发现你每票货都是报错号码 那你被查找到的话 他会他可以回溯五年 他把说前五年的资料全部掉出来 让你补这些关税 所以你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小心 那你一定要有比较好的道德标准 就是你不可以随便说 客人跟你说 我今天要报这个比较低关税 我就是不想付多关税 你就听客人的 当然是不行这样做 所以你一定要有好道德标准 就是该是多少就多少 当然你有符合一些比较特殊条款 可以有低关税或是免关税 当然这些 你就是可以有合法的 当然就是可以去做这样子 那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你不可以是美国的 政府机构的员工 比如说你不可以说 你是今天你是美国 你是海关的人员 然后你要去考报官司执照 是不可以的 比如说你今天 我今天是报官司执照 那我要去考 我要去做美国海关人员的话 我可能就是要放弃 我的报官司执照 所以最后一个条件就是 你不可以是联邦的政府人员 不可以是国家政府的人员 那考试内容是什么 怎么样的考试 那基本上呢 是open book 所以 你要说简单吗 也不算简 也不算太难 那你要说难吗 也是难 因为要不然怎么 他就是一定有一定的程度 才会让你open book 那所以这个的话 就是等一下 Sam老师会跟你们讲解 要怎么去准备考试 怎么样才能在短时间内 就是考到这个执照 那这个考试 大概是四到四个半小时 那会给你八十道选择题 然后你一定要考过75% 你才算过 然后每一年会有两次 就是四月跟十月的 第一个礼拜一 然后现在好像 现在好像有一些变动 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个我还没有去做一些update 可是现在我记得 好像有一些变动 那考试的地点 就是在基本上 在每个大城市 都是会有的 当然就是海关决定说 这今年是在哪里 然后每年 我记得每年是不太一样 不是说每年都是 同一个地方这样子 然后考试的结果是 就是三年这样子 就是你我记得考完试之后 你可以去 你如果考过的话 你就可以去申请这个 这个他会发一个证照这样子 那你要在三年之前去拿这样子 那考试的内容 你需要哪一些教材 第一个当然是最主要 就是所谓的那个 他们的税务的那个表格 就是 就是他们讲的HTS 那个税务表格 你要那一整本 很厚的一本书 然后去查找说 这个鞋子放在哪里 这个衣服放在哪里 或这个生牛肉放在哪里 那主要的关税是多少啊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CFR 19 就是所谓的一些相关的 报关的一些条款啊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 material 你会不会帮我下一个谢谢 那考试的内容 主要分成八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Entry 你要怎么清关 然后 第二个就是Classification 就是刚刚讲的查找关税 你要知道要 这个物品是哪个号码 然后是要付多少关税 第三个是Warehouse Warehouse有分蛮多种的 就是 你是单纯的就是Warehouse 或者是你是要做 Warehouse Entry啊 这个Warehouse Warehouse其实是蛮大的一个 蛮大的一个考试项目 然后还有第四个就是Trader Agreement 就是我刚刚一直有提到的 就是有没有一些 国家跟国家之间 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条款 然后第五个就是Find Penalty 说查找关税要付多少关税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东西 查找关税都是根据 你的物品的价格来去付关税 比如说你这票货 总共价值是1000块 那你的税率是5.3% 这样子 那你要付 你就要1000块乘上5.3% 你要付这么多关税 所以Valuation 你要怎么去算你的 物品的总价值去付关税 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你的整个 invoice value是多少 比如说是1000块钱 可是你中间包含了运费 那运费是不属于 是不可以不用被客关税的 那你就要扣掉这个运费 所以Valuation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比如说哪些东西是 dutyable 哪些东西不是dutyable 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 考试的内容之一 你要知道怎么去计算 最终的付关税的 那个最后总金额 那第七个也是蛮重要 就是Worker的Compliance 你做一个报官司 你做一个报官号 你一定要知道哪些 哪些相关条款 你要符合规定这样子 然后第八个是Quota 就是额度上 很久很久以前 那个服装类是属于Quota的 所以你进口服装 你不是说 我今天要进100个 你就可以进100个 还有配额的 你可能这个国家 你只能进70件 这个国家只能进80件这样子 那现在比较多就是 现在还有的就像糖Sugar Sugar有Quota 就比如说这个国家 你配额你只能进多少 那或者是你 这个季节 这个每年的1到4月 比如说Tuna 1到4月你只能进多少 这个国家只能进多少 它有配额的 所以配额也是一个 考试一个主要的 主要的 主要之一这样子 你可不可以帮我下一页吗 谢谢 这个就是大概 考试的提醒会长这样 它就会给你几个问题 然后会有五个选项 那当然你要从中间 选到一个正确答案 这样子 那这个细节 可能等一下 Sam会跟你们提 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iquer in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